哈囉 大家好 新年快樂 我是新陳 每年的年初我們大家都會定一些目標 讓大部分人會因為這些目標來讓自己去向前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探索過我們定目標的動力到底是什麼 所以在這一次的活動團體教練的研討裡面 我要跟大家去討論的是重新設計你的商業模式 也就是你用什麼樣的前進的動力去設定你的目標 跟你的燃料 這個在奇蹟模式裡面其實我們也有提到過兩種不同的燃料模式 一個叫做蘿蔔鞭子模式 換句話說就是鋁子模式 就是有關於我們經營在事業的時候或是在賺錢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定一些賺錢的目標 那為什麼我們會定賺錢的目標 有時候在我coaching的經驗裡面 就是追根究底是因為大多數人會把錢跟安全感有一些掛鉤 比方說我現在沒有錢所以我就沒有安全感 OK這就感覺像鞭子一樣對不對 讓你感覺到焦慮跟恐懼 那當我有賺錢的時候我才能夠有安全感 這就好像蘿蔔一樣 那這個模式的問題是什麼 聽起來很一般大家都是這樣去設定任何目標 大多數的人對不對 但這個模式的問題是我們會給自己創造了一些壓力 然後呢我們還以為我們要變得更好 就需要有這個壓力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誤解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有聽過一句話嗎 就是你專注的地方它就會擴大 你持續的事情它就會擴大 好像你你專注在可能投資賺錢 你這個東西就會擴大沒錯 你專注在一些你的休閒娛樂 然後你想成長的地方你也會成長沒錯 好像很棒 可是當我們運用蘿蔔編子模式的時候 我要談的是你專注在這個模式 你的這個模式也會擴大 比方說當你是因為沒有安全感 然後所以想要賺很多錢 可是當你賺到錢的時候 我的經驗是很多人仍然沒有安全感 反而會累積越來越多焦慮 或者是另外一個模式就是 可能你已經賺到錢了 但是你好像不敢休息 因為你的鞭子還是在 這就像我常常說的 你吃到蘿蔔了 但是你的鞭子還是在 當我們運用這個燃料的模式 就是這個蘿蔔編子模式的時候 它就好像我們是一台很好的跑車 可是我們就會利用很劣質的機油 或是汽油 然後可能車子就會在這過程中 累積一些傷害 就像很多人工作壓力很大 然後讓自己的身體五臟六腑 就像中醫的理論一樣 也會有一些傷害 那你在做事業決策的時候 你的思維清晰度 也會因為這樣的燃料而變差 你創造力沒有辦法展現 所以你看不見 專屬於你的那種商業模式的機會 那出於這樣的模式 會有一些焦慮跟恐懼 所以人們只想要找有效的方式 然後那這樣的一個思維模式 就會變成說 沒有效你就不願意去做 或者是你做了也會容易放棄 然後重點是過程又很痛苦 然後這個會造成一種所謂的 我跟另外一個教練有聊到 就是這樣的一個燃料 其實會讓你的整個事業體 有時候很常會進入空轉的一個狀況 導致你的這個事業 你在經營事業的時候沒有創造力 沒有生產力 沒有行動力 好像這個燃料 讓我們本來能夠輕鬆開到180的這個時速 我們車子可以輕鬆開到180的時速 變成是需要非常費力的 OK 這是第一種模式 叫做蘿蔔鞭子模式 那第二個模式是呢 我們奇蹟模式裡面很多學生都很喜歡的模式 叫做玩泥巴模式嘛 那這個是這樣說 就是小孩玩泥巴 不是因為爸爸會給他100塊這個蘿蔔 不是 也不是因為他不玩泥巴 媽媽就會鞭打他 不是 他就是單純的享受玩泥巴的這個過程 那這個模式呢 其實是我們天生也本有的一個模式 我們可以運用這個模式來經營我們事業 好處是他可以發揮我們天生的創造力 他可以發揮我們天生的覺察力 甚至他會讓我們更有執行力跟直覺力 然後如果你運用這個模式 就是代表說你跟整個世界跟整個宇宙宣告說 你內在是本來就已經是豐盛的 所以你的事業的表現 它其實是你豐盛的一種展現 那因為這樣你不會因為有焦慮跟恐懼 而去看很多別的一些我們所謂的 萬物一世的一些秘訣跟方法 然後受到這些更多知識跟方法的這些折磨 你會很容易的在當下看見 你可以走的一條路是什麼 所以在這個活動開始之前呢 我們到時候會再跟大家去做一些研討 然後在這個團體教練裡面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想問的是 在這個活動開始之前 你可以去想想看你的燃料是什麼 你事業的前進的動力是什麼 然後你可以想想看你今年訂的目標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訂這個目標 好嗎?邀請你一起來參加我們這一次 重新設計你的商業模式 然後讓我們在活動中來進行更多深入的探討 那我們在活動中見 掰掰